回到大选竟来讲 今天晚上仍然各地都有拼场造势 我们先从侯友宜侯康佩在台中的造势会场来看 今天晚上有哪些金句 黑金在路上 这些都在路上进行中 难怪没有人民愿意上车 一个一个在跳车 他让人民属向万丈深渊 他就是要讲一句内心的话 他就是永远的台独 他们让引战的台独带来两岸的战争 两岸的困点 侯友宜反对排毒 让两岸和平 重启对话交流 我们也会强化国王亲队 让大家等一集所在平安过一集 跟我侯友宜好吗 好 人人欠两岸都吃不饭 你心要留你人政党吃到饭饭饭 你继续跟他推下去 把他推下去 这些民政党真真真好 爱下台了 对不对 小小的民政党 好了我们看到决战中台湾 侯友宜今天晚上在台中的造势会场 不过决战中台湾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遍言处 蓝白把中台湾当成示范合作区 这个合作的效应现在正在外议中 会如何影响选情 那这个1月7号的时候 柯文哲在台中的造势大会 国民党的F4 四个蓝营的小鸡 居然在柯文哲造势晚会散场的外面 拜票 那因为人非常的多 所以呢 这四个F4在这里呢 请柯文哲的柯粉也能够支持他们 那希望能蓝白和 不过现场倒是有很多 这个柯文哲柯粉的支持者 对他们畅加说 那你们就要气候宝柯啊 要我们支持你们 那就要气候宝柯啊 然后呢 在隔天柯文哲就上传了两则影片 帮廖伟祥以及罗廷伟录宣传片 那接下来据说还要推出 共同合体的看板 这不都是违反靖克令吗 朱立伦你看到了吗 这个影片 你看到了接下来的看板了吗 罗廷伟跟廖伟祥 现在是已经公然挑战党中央 还是最后5天 算了算了算了 大家就不要再计较 不要再追究了 姚明 我的了解啦 就是说原本哦 就是卢秀燕 他在这个做所谓 台中蓝白示范区的时候 蓝营就是 尤其侯伴那边是反对的 包括党中央是有一度反对的 那有蓝营的大咖 跑去跟朱立伦 跟金卜聪他们拍拙 去说这个如果 你们敢去修理卢秀燕的话 我跟你们翻脸 就是有这样的一段故事 所以后来 那这个大咖分量很重 这一拍就拍出蓝白盒 当然那个大咖 有他的一个重量级 那当然这个 我觉得卢秀燕在这一次 就是说在做所谓的 基层蓝白盒的这一块 就是立委这个部分 让台中变成一个 很特别的选区 尤其是打到连 蔡壁如那个选区 你要知道蔡壁如 台中在2020年的选举 有两个 第一 一个叫得票第一 是全国最高的核心存 然后一个叫得票率第一 是蔡其昌 就是民进党这两区 基本上叫做铁区 双冠军都在台中就对了 没错 可是呢 其实理论上这种选区 在选举里面 过程里面 就你很难会 得到媒体的这个关注 可是蔡壁如下去打 一个空降部队 而且不是国民党的 然后呢 可以打到 有很多的议题出现 我们先不管 这个什么 到底这个支持的程度 到什么程度 但是能够变成一个话题选区 你本身就已经让 蔡其昌他本来选市长 他是可以全部的 整个台中的立委 由他来主导 他当老大 去带着大家去选举 可是呢 这次他变成说 他得要花多一点的力气 在顾自己的 顾本的这个时候呢 那对民进党 就会变成是 其实是一个 相对来讲 在选情上面 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是 负面的一个影响了 所以这一次 包括像刚刚讲到 廖伟祥罗廷伟 这边都是集战区 这边都是民进党现任的 或者说原本是民进党 上一届是民进党 像黄国书 罗廷伟的对手是江兆国 他原本这个选区是黄国书 那黄国书因为这个 廖伯亚事件 他退党 这个也不连任嘛 所以由江兆国来竞选 那廖伟祥 他这个对战的是张廖万坚 那张廖万坚在这个选区 其实是蛮稳固的 所以 他们都是去挑战 现任民进党的而柯文哲 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这个效应 会不会变成 最后翻转成功的 关键力量 这个我们可以观察 但是 这里面就是 就是会有那个叫做 你刚刚提到那个 靖克令的 靖和的问题 那我认为 以现在在台中的氛围 他们不会鸟什么靖克令 我先选上再说 虽然先过失明才说 简单讲啊 不然你要把我 移送党中央开除党籍 选后算账 选后算账 我这种叫选上被杂 选上就过关了 选上过关 选后 若选的话就被处理 被检讨 但我先选完 你还没有选 还没有投标之前 我能花 我们能用的力气 全部都要用上去 我想这是台中 他们蓝白河一个 很特别的状况 那会不会有其他的选区 看到 那你们两个可以 那我们可不可以 也来一下 接下来就是看 有没有其他的 有没有所谓的骨牌效应 但我认为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台中有他很特别 就是卢妈妈 当他们的靠山 对 不是侯康佩 当他们靠山 要打这几只小鸡 要先看卢妈妈 这只母鸡肯不肯 我有个朋友就说 他们在台中 看到卢秀燕的看板 比侯友宜多很多 大概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侯友宜的票房魅力 不及卢秀燕 所以某种程度上 我认为这些小 他们那四个叫F4 这四个 基本上都是去挑战现任的立委 他们希望能够用这样的方式 去突破重围 我觉得这个对蓝军来讲 不是一个坏事 但是对侯友宜个人来讲 可能不是好 尴尬一点 不过这个台中人 敏凤你要分析一下 F4 柯文哲挑了这其中的F2 他是因为这两个人会过吗 这两个人应该都 都很艰困吧 都很艰困 所以才敢去 挑战禁科令 所以才要做一些这个嘛 因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其实这个 禁科令到底有没有严格的执行 其实并没有 就是说好像在台北还是哪里 这个 新北 新北就已经有打招呼喊加油了 扫街车经过的时候就有 在那边打招呼啦 就是说互相喊 动算 动算 这样子 他是喊加油啦 加油加油 黄玉川跟韩国瑜的车队 经过也是喊加油啊 那很奇怪嘛 可是问题大家就做文章 就是说那个东西就是一个 打破禁科令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选区呢 我觉得当然 廖伟祥这个 这个 这个 他很奋 他很努力 最近公布高端录音带的 就是他 对 那所以他 他可能就是需要觉得他再加一把劲就可以过了 但是罗廷伟这个选区很特别 因为他是 他现在是民进党的江兆国在选 但是这个是卢秀苑立委的选区 所以这个人应该就是卢秀苑非常低戏的 就是非常看重的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这个你现在弄出来的话 当然我觉得党中一定会很不高兴 非常的不高兴 就是说我这个这个时候正在做 最后的气势被你打坏 对 我正在做气宝的时候 我这两支影片放出来 你知道你要打破我的什么东西吗 弄好的这个气势吗 所以你现在就是录完之后到底播出来了没 柏拉在脸书上面已经上传了 对那不好播出来之后到底有没有撤 会不会撤 这是因为是柯文哲 而且这两个人还上去喊谢谢 还上去脸书底下留言谢谢了好不好 所以啊那你就看党中央 那如果你继续默许他继续未来的五天继续播的话 那你就党中央 那你从此以后 那个维旋边缘的人都可以找柯文哲去弄 去做这种宣传片 那你党中央的军令如何如何下去 但是他们不敢动罗廷伟的原因在于 这个是卢妈的人嘛 那不敢动罗廷伟也不能动廖伟祥啊 这不是一致的吗 没有 那如果这两个人没有被动 另外两个人可能也要上传了 对啊 所以说啊 我就说廖伟祥比较危险 因为他不是卢妈传统的人啊 但是他一定不敢动廖伟 罗廷伟 罗廷伟一定不敢动罗廷伟嘛 那你现在就说因为卢妈有这个所谓的蔡壁伟这个选区的这个呼应 所以说南白河在台中好像变成一个另类的可以执行 然后这个什么 示范区 对 禁科令可以破除啊或什么东西的 那问题是那蔡壁伟要不要反过来 支持一下侯友宜呢 他也不敢啊 这些人并没有支持柯文哲 你讲反了 这些人没有支持柯文哲 那你意思说侯友宜要不要去支持蔡壁伟 那你这样子就是柯文哲蹭了他们的这个选区啊 感觉是有一点这样 对啊 那你侯友宜要不要说同时都支持侯友宜跟这个所谓的柯文哲 要不要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 这个当时禁科令下去 就是怕柯文哲去蹭小鸡 拦小鸡的光环嘛 那你现在如果说我这个开放之后 我要不要跟卢秀燕讲 那蔡壁伦可不可以同时支持两个人 可不可以支持同时支持柯 不是跟卢秀燕讲 要去跟蔡壁伦讲啊 对啊 跟卢秀燕跟蔡壁伦讲嘛 结果因为蔡壁伦现在可能听卢秀燕了 就说那你卢秀燕 你可以叫蔡壁伦要不要顺下挺下吼呢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 这个是不合理啊 你当中央的微信早就被打破 就被就这样子就被打破 被两只小鸡给踩在脸上 就踩在地上了 踩在地上 对踩在地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看啦 如果我觉得还是不会当选的啦 因为这个 我们小编马上补充了 蔡壁伦刚刚去了挺猴的晚会 拿了三号挺猴康的麦克风开奖 你看吗 拿了那支麦克风开奖 可是没有讲挺猴康啦 那你就是去了那里嘛 所以我就说你要不要交流一下 果然就是要交流一下 所以你在台中做这样的东西 到底未来在其他的县市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会不会像是陈东豪讲的 出大事了 出大事 这样子就出大事 他的大事不是这种事啊 他大事就这么大好不好 宇宙大爆炸那种事 因为我不了解陈东豪的大小事的分别 所以呢 在我看起来这就是出大事了 这样出大事 你好容易大事你小怪 你这个台中的选区可以这样打破 你其他的选区可不可以打破 这个是很难 台中真的是特区啦 不过说这个特区这样子的打法 就是什么蓝白河示范区 从蔡壁如蔓延到F4 打破近颗令 这个打法 对于台中的选情会发生什么变化 冬豪 确立卢秀燕宗霸天 如果国民党这次没赢 你就看到卢秀燕一统江湖 就这个几率就很高 如果1月13号开出来 侯友宇没过关的话 因为在台中就只有卢秀燕 没有侯友宇 就像你在台北市在看的时候 你看到蒋万安 你看到侯友宇的次数比较少 遇到几个国民党的立委候选人 都是跟着蒋万安 那所以你就看 现在连高雄都很受欢迎好不好 因为高雄他那个只是去轻盈点水 那个毕竟不是一个他的大本营 那你再看中台湾 你就看赖清德 赖清德回防中台湾的次数非常高 不只是他的国会 他自己的选票能不能拉开来 中台湾太关键 那中台湾到目前为止 也是比较扑朔迷离 那民进党去那么多次就告诉你说 他很紧张 他很紧张地告诉你就说 他没有2020那么好过 所以这次民进党会选得很辛苦 那 你说在中台湾很辛苦 还是全台湾很辛苦 中台湾很辛苦 台中市比较辛苦 台中市也不算辛苦 就是两区比较危险而已 因为现在我们顾虑NCC 所以 我们不讲民调啊 对 几比几我都不想 我们没有讲啊 我连几比几都不猜 那反正在四天就知道了 那 柯文哲 如果这个时候国民党任何人要找他 朱立伦都挡不了 都挡不了 都挡不了 因为你剩下四天剩下五天嘛 如果跟柯文哲 say个hello可以当选 国民党朱立伦只有锦上添花 但是你如果跟柯文哲say hello以后 你没有过关 那当然党中央就拿来继续 后果自己承受 不 继续 那个一定你就要被解决 他才很动我 不是这样 简单讲 国民党跟柯文 在这个时候终于找柯文哲 你过关了 朱立伦就把你锦上添花了 就说是策略 当选过关 你就不要落选 你如果落选 就是再踩你一脚 因为需要整顿党纪 这个时候你就是最好素材 不过如果落选 然后这个国民党 这个国会也没选好 侯友宜没选上的话 朱立伦还有这个能力处理这件事吗 没有 这两个 这两个我猜就一个上 到底是朱立伦做得久 还是这几个小鸡做得久 小鸡也不重要 我可以确立一件事情 卢秀燕做得最久 对嘛 所以刚刚陈平峰一直坚持 罗廷伟是安全的 好不好 我没有讲 我只说一个会安全 一个不安全 我不晓得谁是谁安全 你不是说罗廷伟是安全的吗 我是说他这个处理的东西 是安全的 被党进处 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不安全的 我没有说选情 对对 我刚刚也是讲说 在党内的地位 我们达成协议了 对 在党内的处理 罗廷伟是安全的 对 好我们先进广告 再来讨论其他影响 这次选举的选情变数 好